看市局持續來關心到 是兩岸當中的關機 尤其在今天呢 我們親總統馬英九 已經到了中國大陸去了 預計呢要訪問11天 當中路特壽就點名說 之前大家很好奇說 包括是馬英九還有習近平 兩個人有沒有機會碰面呢 在之前就有非常多的傳言 但是路透社引述了 三名的知情人士就說了 就在4月8號這一天 馬英九很有可能會在北京會面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我們的前總統跟中國大陸的 現任國家主席兩人碰面 這也是2015年馬習慧之後 睽違9年 兩個人有機會再正式碰面 目前呢 這是路透社所傳出來的消息 但是其實在出發之前 其實我們的前總統馬英九 還是認為說 應該要讓對岸知道我方的善意 尤其他點名說 包括友誼跟和平的行程 希望呢可以向北京來傳達說 我們的台灣人民是非常愛好和平的 也不希望兩岸走上戰爭意圖 但是呢其實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以中國道德學者來看的話 他認為說其實台灣重要兩岸的關係 到底會不會逐漸走一個 非常極端僵化的路線的時間點 關鍵時間點應該在2025年 這是上海台灣研究所的所長 尼詠傑他的說法 他說其實現在兩岸關係 可以看到三階段 第一個階段其實就在1月13號 這個我們台灣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一直到新任的總統上任之前 這段時間呢 可以說是第一段的時間點 他認為說中國大陸對台灣 這個時間點在進點是危機管控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中國大陸對台灣 從經濟還有從外交 以及在政治上面 國際關係上頭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有非常多的壓迫跟空間上的擠壓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時間點 可以用風牆宇宙來形容 為什麼這樣做呢 其實某種程度上 也是符合中國大陸對台灣 一個意識的控管 以及說他們認為說在危機方面 這個時間點是來進行管控的 第二個階段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我們的新任總統上任之後 一直到美選結束前 他認為說這一段呢 相對來說會比較平穩一點 也認為說是風雨中的年靜 甚至是風雨前的年靜 因為他認為說在2025年這個時間點 才是真正考驗 怎麼說 他認為說其實當中 第一個美選的結果明朗了 如果是川普上的話 對中午到來說 恐怕會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還有2025年對台灣來說 也是馬上就要接近到了 台灣的地方大選 到底到時候的選戰結果如何 中國大陸勢必呢也是非常關係 所以他們認為說2025年 恐怕才是相當來說比較危險 而且比較緊繃的時間點 但是他們也認為說 其實在這三階段來看的話 2025年是兩岸的真正考驗 但是他也提到說 其實現在我們是千禧世代呢 相對來說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好像走的比較遠一點點 但是他認為說中國大陸現在鎖定到 是Z世代 這個世代非常特別 可以說是網路的原生世代 所以他們很常使用Tiktok啦 抖音還有小紅書等等 基本上對於反中或是反路這樣的思想 其實相對來說並沒有這麼深刻 這也是被中國大陸的學者認為說是 可能兩岸關係和換的一個非常關鍵的一個點 再來我們來看到我們的前總統 馬英九現在二度的訪問中國大陸 大家很好奇的 除了有沒有可能看到馬錫二會之外呢 在今天他到了中國大陸去 還是維持跟去年相同的接機規格 但是在今天他可以說是行程滿島 馬前總統搭乘南方航空航班下午2點06分 降落深圳保安機場 陸方由國台辦排名第一的副主任潘行長 在停機坪接機 現場沒有紅地毯 接待規格與2023年相同 馬英九在機場向媒體揮手致意後 就搭上巴士驅車前往第一站大疆創新公司 那這一台也是我們非常受歡迎的口袋相機 參訪大疆全球總部馬前總統拿起大約 只有225公克的無人機 還一度提問在俄屋戰爭中 大疆無人機被使用怎麼看待 官方解說人員回應 沒辦法管制對方 大疆創新是主要研發產製無人機 和航拍器材的企業 民用無人機全球市場佔有率高達80% 商用無人機則是全球排名第一 不過近年美國以國安為由 財政部 商務部 國防部 先後將大疆列入制裁黑名單 台灣官方單位無人機要去喉化 大疆也是首要目標 馬英九登陸的第一站深圳 重點都放在了科技產業 除了參訪無人機巨頭大疆 還有是網路科技龍頭騰訊 以及明天要去的電動車龍頭比亞迪 這些都是發跡於深圳的指標前大企業 更是中國大陸深圳的科技產業門面 我們也許先入其中 共同處理財政計畫 馬英九參訪騰訊 創辦人馬化騰親自迎接導覽 騰訊是大陸規模最大網路公司 也是亞洲第一家市值破5000億美元的公司 旗下微信是大陸最多人使用的社交軟體 馬化騰送給馬英九公司吉祥物 契額造型的省師納夫百事 還送給隨團學生裝有玩偶的龍年大禮包 TVBS新聞珠光宏陳韻文深圳採訪報導 再來我們來關心到俄烏關係 尤其現在俄羅斯還有烏克蘭 兩個國家出來之前打仗之外 現在恐怕因為恐怖攻擊事件 雙方的緊繃情勢又來到一個新的高點 尤其現在俄羅斯總統普京 緊咬著整線的恐攻事件 絕對而且幕後的黑手很有可能就是烏克蘭所做的 所以現在俄羅斯方面要求基辅要引渡安全局長等人 也希望他們可以找出幕後主導 在俄羅斯境內恐怖攻擊的行徑 認為說整件事情都是烏克蘭所做的 另外在烏克蘭的部分 他認為說這樣的說法完全是非常諷刺的 因為這是來自於恐怖主義國家的恐怖主義說法 讓人覺得嗤之以鼻 不過現在其實不管是烏克蘭或是俄羅斯 雙方互相攻擊的就是對方的能源設施了 現在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境內 過去一周加大了空襲緑度 而且在3月22號這天 摧毀了烏東最大的發電廠 尤其他們的私人能源公司 發現說不少的發電廠也都被摧毀了 而且這個範圍還有幅度是非常大 將近有8成的發電能力受損 所以說看在俄羅斯國防部的這個眼裡 他們主要瞄準的 當然還是這個烏克蘭的 包括是能源的基礎建設 還有天然氣的生產設施 斯倫斯基他非常不滿 他認為說這是俄羅斯 卑鄙的攻擊目的 導致能源流失 尤其雖然說現在開始逐漸就那 春天在烏克蘭的天氣慢慢回暖 但是早晚溫度還是比較低一點了 所以轟炸了他們的能源設施 勢必對當地民眾的生活 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而俄羅斯總統普欽 在今年也簽署了例行的春季徵兵 預計在這一季要徵召15萬新兵服役 不過在過去的觀點 還有過去的通力來看的話 徵召的這些義務役 是不會被送上前線的 雖然過去有一些例外 但是目前看起來還是主要的 在進行固定式 而且比較儀式性的相關的服役 另外在馬斯克的部分 他則是點名說 其實目前看起來 整場的賽局跟賽事來說 烏克蘭都是一個輸家 烏克蘭終將失敗 而且他認為說這樣子的結果 傻瓜都預料得到 不過在互相攻擊基礎建設的部分的話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其實在3月中的時候 其實當時烏克蘭也對俄羅斯的 基礎建設像是煉油廠 發電廠這些地方進行猛攻 所以或許這樣子的攻擊措施 也可以認為是俄羅斯的一種報復行為 不過再來我們來看到是土耳其 土耳其最近呢面臨到是政局 可能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動盪 尤其是他們的選舉 結果出爐 地方大選落幕了 這一次很特別的 是由地方的最大在野黨大獲全勝 而且這一次勝利的幅度 可以說是35年來最大的一次 當中有特別讓大家矚目的政治猩猩 也就是伊斯坦堡的司長 叫做伊瑪莫魯 他被外界害好 很有可能跟現任的總統 土耳其的總統安爾段 一拼2028年的總統大位 土耳其地方大選結果揭曉 第一大城伊斯坦堡首都安卡拉等共17座城市 都有在一檔候選人勝出 人氣紅不讓的伊斯坦堡市長伊瑪莫魯 以過半選票輕鬆連任 勝選晚會上他激動到扯下領帶 嗆瞎土耳其總統安爾段 曾經當過伊斯坦堡市長的安爾段 選前賣力助選還是無力回天 所以在野黨全國得票率 更是35年來首次超出執政的 正義發展黨 路透社分析土耳其人 愛爾段就會承認得票不如預期 由於在土耳其有得伊斯坦堡者得天下之說 如今執政黨在丟失重要本命區 也讓未來2028年的總統大選投下新變數 鐵新聞綜合報導 而在加薩地區呢 現在依舊是慘絕人寰的相關攻擊行動 依舊是持續的在發生當中 尤其大家非常關注的就是以色列的軍隊 圍攻了西法醫院整整多久呢 這14天 到底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況 雖然現在以色列軍隊已經撤退了 但是呢當地的居民 還有相關的這個報導就說了 雖然說以色列軍隊現在已經撤出了西法醫院 但是在裡頭發言說整個大廳布滿屍體 總共數十具 當然還有非常多人受傷 超過30名的傷者是送到了東部醫院去 尤其他們說很多的醫院大樓 現在都是複製一具 受損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以色列軍隊一就是強調說 這一次的攻擊行動非常精準 而且非常成功 由於精準這兩個字非常重要 是他們認為說 其實透過強調精準這樣的方式 像是他們擊斃了資深的特工 還有大量的哈馬斯哥武裝分子 起出了軍火武器情報等等 就是要讓外面證明說 這一次的攻擊行動 還有這次的包文行動 是真的有所本的 所以他們也認為說 這是戰爭以來 有史的最成功的軍事作戰 但是其實現在 以色列軍隊 包括軍警 雙方也合起來一起合作 以色列媒體就說了 軍方跟警方 還有國安局聯合行動 在南部城鎮的特爾謝瓦 擺比一名57歲的女子 涉嫌接觸到了恐怖組織的特工 特別她的身份相當的特殊 就是哈馬斯領導著哈尼亞的妹妹 不過當然這個消息還需要來進一步的證實 但是以色列軍隊也對外放出了這樣的消息 但是我們來看到 其實不只在加薩地區的戰火 全球都看在眼裡之外 以色列國內本身也爆發了反政府運動 尤其他們瞄準的目標 當然就是納坦雅胡要表達他們抗議訴求 就是希望納坦雅胡下台 但偏偏很巧的納坦雅胡在這時候身體不舒服 還去動了善氣手術 示威者直接被警方又拖又拉趕出公路 還有人是坐在路面上被水柱狂噴 這混亂場面就發生在以色列夜路撒冷 反政府民眾點燃信號彈還燃燒物品 衝上公路霸路截斷交通 連天橋上都擠得滿滿滿 民眾高舉國旗要求總理納坦雅胡下台 連台拉維夫都有一起串聯的大規模抗議 民眾怒批戰事持續超過半年 除了換球沒有救出任何人質 還需要犧牲更多後備役上陣場 許多後備役男更是不滿猶太教的正統派 享有免兵役優惠 衝進耶路撒冷最知名的古老街區百倍之地 兩派大打出手 對加薩戰士反而成了以色列的內耗 而納坦雅胡偏偏挑在這個時候 宣布他要去進行善氣手術 得佔領職位 證實手術期間職位將由副總理李文代理 納坦雅胡畫風一轉再次強調會攻拉法 以色列對進攻拉法立場不變 還是持續在加薩掃盪 宣稱又在西法醫院殲滅了多達200名的哈馬斯 另外也宣布擊斃黎巴嫩真主黨 反坦克部隊的高階指揮官艾欣 以軍的作戰行動一南一北 依舊不打算停手 TVBS新聞綜合報導